大家好,大家看我这盆铜钱草长得还算不错吧 应该也算是挺旺的了 那么为什么你养了这个铜钱草它就长不旺呢 其实就是这个基础条件没有给它满足好 虽然这个铜钱草它比较好养 需要的条件也不多 但是满足好的话它能够长得更旺 这个叶片更加硕大 主要就是这个盆土里面的有机质缺乏了 也就是腐植质一类的东西出现缺乏 那么这盆铜钱草它的生长速度就会变慢变差 甚至它会长得非常的瘦小 那么如何给它补充这些有机质和腐植质呢 最简单的一种东西就是给它补充一些有机肥 其实只要在它盆里面给它撒上一把 这个微生物有机肥能够让这盆铜钱草 它的生长速度再一次变快起来 它里面的原料就是一些豆饼和骨粉菜籽饼之类的 制作而成的里面还含有比较多的这个微生物 微生物的作用呢就是能够再一次分解这个盆土 分解这些有机质之后呢 这盆铜钱草呢就能够吸收到比较充足的这些腐植质了 它的这个生长状态呢就会变好变得很旺盛 它的叶片呢就会变得更加硕大 所以呢每隔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呢 就给它用上一次这个微生物有机肥 能够让它快速的吸收到里面的腐植质和一些有机质 那么它的生长状态呢就会变好 平时我们给它施肥呢大多数都是以化合肥料为主 化合肥料不让这个盆土板结已经算是烧高香了 还想让它产生腐植质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给它补充一些有机肥腐植质之类的 给它补充了有机肥之后呢 也要把它放到一个光照非常强烈的位置 让它吸收到充足的光照 它的生长速度才会更快 它的生长势头才会更猛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